很高興今次有機會可以在音樂會裏面 和大家分享卓星在少少摩扎特 音樂課程裏的成長過程 最初記得卓星上嬰兒班的時候 還是一個真是一個好嬰兒 打拍子打得不好 但上課的時候 潘老師有教他用一個 即是那些樂器 靠擊樂器 包括那些木棍 不知道大家家長有沒有試過玩過 另外有搖鼓 有三角靈 學會打拍子 很開心 臨到臨未BB班的時候 大家一齊同學可以合奏 一個樂曲 大家都很開心 接著就開始 大約音樂感就剛剛 慢慢地建立出來 接著就讀親子班 我 兩次太太 和卓星一起上課 也上了進階班 在這兩個課程裏面 都是學一些樂理和鋼琴的演奏技巧 但是又很意外地 但又很意外地 一上到專階班的時候 卓星對音樂 尤其是鋼琴 產生一個很大的興趣 他本身不施工 他本身不是很多事自己會自動自覺去做 彈鋼琴是其中一項 自己去用書 schemes 自己去練習 也有時候試過用一些老師未教過的樂曲 都自己去嘗試 這樣都很開心 因为这样我本身都被她感染到 我和她在同一段时段 同一个时间 同一个中心 大家一起上个音乐班 大家度过一段少少 又不是很长的时间 每一个星期 每一个下午 都有一段时间的音乐的时节 大家一起可以这样度过 都觉得非常之开心 到最后不知不觉 卓星和其他同学都已经很成功完成了三个课程 证书课程 亦都拿到三个证书 大家都很开心 希望卓星和其他同学 师兄 师姐 师弟 师妹 一起继续努力 到最后 我希望这一个机会 多谢潘律师 卓星也希望大家对音乐也继续这个热情